中国红桥与DBS印度尼泰的合作 使与中国红桥与哈利达联合成立的PTV 哈维斯的威宁 Alumina Refinery 红发尾利盐化链公司 之前公司的名称是 Kmakamalan Banelaya 该厂成立12年前的2012年的 3月20日 DBS作为主要融资安排人之一 在支持威哈维斯的威宁项目融资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择DBS印度尼泰的关键因素 使他们强大的金融专业知识 对当地市场的深入了解 以及在管理复杂金融交易方面的 可靠性和信誉 DBS印度尼泰在我们的扩展业务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显著的例子 是在他们在PTV哈维斯项目融资中的作用 这种金融支持对金链厂的成功建立和运营 至关重要 此外 DBS印度尼泰还提供了全面的银行服务 包括财务管理和外汇解决方案 这些服务简化了我们的财务运作 提高了我们在印尼的高效管理业务的能力 DBS印度尼泰通过持续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和不懈的支持赢得了我们的信任 他们在有效管理项目融资的复杂性方面 表现出了可靠性 并提供及时准确的金融建议 他们积极了解我们的业务需求 并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其能力的信任 DBS在亚洲的广泛网络 对中国虹桥来说是一个中央加持 他们强大的区域布局 促进了无法衔接的跨境交易 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市场见解 这种连通性使我们能够把握新的机遇 并在整个区域内适应不同的监管环境 从而支持我们在印尼 以及其他地区的战略扩张计划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 DBS在我们与哈里达和威宁 为合资成立的PDWiway这个公司 发挥了关键角色 DBS利用其区域网络资源 来协调和保障来自多个地区的资金方 确保项目的顺利执行 他们整合来自各个亚洲市场的服务 并对当地市场具备深入了解 这对于克服我们在项目开发阶段 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 DBS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系列 对我们增长至关重要的金融解决方案 我们对DBS印度尼西亚的合作 未来充满信心 随着我们继续扩展业务 并在印尼探索新的机会 我们期望利用DBS的金融专业知识 和区域联统性来支持我们的发展 未来项目可能包括进一步投资经验能力 和探索可持续发展举措 我们相信DBS印度尼西亚将继续成为 我们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的关键合作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